日本人會在忠元節跳舞 忠元節跟日本語蘭盆節的差別 撒嬌 哈囉大家好 我是每天讀八個小時中文持續八年的 日文老師撒嬌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那現在來台灣的路上 大家忠元節到處都在拜拜 然後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覺得 為什麼在那邊燒東西燒火 是在炸火嗎 很像露營的那個焚火 會燒那個金子對不對 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很愛燒金子 然後只覺得燒東西好像蠻好玩的 最近有IKEA的金式蛋糕 對我們特別去買 欸買不到欸 它也太熱門了吧 那個東西超奇怪的 而且那個店員看到我好像嚇到一下 已經沒有了已經沒有了 那什麼是宇蘭盆節呢 日文叫做無縫 那台灣的中元節跟日本的宇蘭盆節 不管是日期還是做的事情 都很相似 可是同樣都是在做拜拜 那日本的宇蘭盆節 比較像是台灣的親民節一樣 是 是迎接回來的祖先拜拜祖先這樣子 那宇蘭盆節大家在日劇啊動漫裡可能都有看到這個情境 然後在日本呢是會跳舞的喔 因為我是住在日本東京 長大的關係 東京會有一個舞叫做東京音樂 這個音樂可能很多人都有聽過 每次聽到這個就覺得啊 夏天又到了 所以那種感覺 那宇蘭盆節大概在每年的7月跟8月的時間 那有分成新盆跟Q盆 就是新盆就盆 大部分全國過的是8月的宇蘭盆節 然後像我住在東京啊 還有一些其他縣市 欸是改到7月 那今年的宇蘭盆節是在8月13號到8月16號 那所以我要到東京去玩跟要到大阪去玩 要注意的月份就不一樣 因為在宇蘭盆節會有很多的慶典啊 各種的好玩的活動啊 但是同時就是因為日本全國 大家都在放假 人也會特別多 7月的話就是東京 大家每年要去日本玩的話呢 不想要人擠人排隊的話 你如果去東京可以避開7月的宇蘭盆節 你去大阪可以避開8月的宇蘭盆節 那很多人好奇宇蘭盆節 日本人都怎麼過都在幹嘛 像是掃墓啊 還有這個祭典票舞啊 這個是一般人的意象 但其實宇蘭盆節 對於一般日本人來說 就是一個休假的名目了 其實很多人是沒在過這個節的 欸日本人不去掃墓嗎 有些人會去掃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不會特別出門去掃 因為日本人的概念是 祖先的靈魂會回到你身邊 你這個家 就很多人是 欸不會特別出門去掃墓啊 那如果你是租的家 他也會回到租的那個家嗎 因為這個人大部分不是都是租的家嗎 這個習俗的想法本身是這樣 就是覺得祖先會回到你在的地方 其實在這個節日 你會出門去掃墓的人還是比較少數的 其實很多人是在家裡過 沒有在掃墓的人也有 我覺得這個感覺呢 就有點像是 如果是清明節 好像家家戶戶都會去 拜拜掃墓啊 你沒有去好像反而是比較少數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在日本是 有特別出門去掃墓 是比較少數的 但會返鄉不是嗎 連返鄉都不會返鄉的人 也很多 會返鄉掃墓的 欸不到四成喔大概 所以這個台灣人聽到 可能會很近啊說 欸返鄉的比例也太低了吧對不對 但是對日本人來說 就是我覺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後那羽然盆解的話 大概公司會休一個禮拜 那有很多人不返鄉 就藉此明目呢 去海外旅遊啊 因為就就比較難得的長假嘛 但是這個羽然盆解呢 是繼日本的 我希望之 繼日本過年的 第二大盛世喔 所以這個是全國性的 那如果我在東京工作 但我是大阪年 我到底要過大阪的羽然盆 還是要過東京的羽然盆 就看你公司在哪裡啊 看公司怎麼放假 所以你在哪裡上班 你就是在哪邊 按照那邊的規定 那我這樣子回到大阪去以後 不就沒有羽然盆的基點可以看 喔對啊這個很正常喔 那正好啊你可能回去玩的時候 人比較少 正好沒人 這個讓我想到我自己 我之前來台灣的時候 都是日本過年的時候 來台灣玩 然後我在日本都過不到年 日本過年1月1號來台灣 台灣什麼東西都沒有 台灣過年的時候我就回日本 台灣的過年我也沒過到 日本的過年我也沒過到 我好幾年都這樣 那日本掃墓祭拜祖先要做哪些事情呢 因為祭拜祖先 日文叫做 仙俗友 就是用供養這個詞彙 但是中文好像不會講供養祖先對不對 然後好像也不會講供奉祖先 因為供奉好像是 是不是只能用在神明上 就不太會聽到祖先 那祖先如果講什麼祭拜 好像不會奇怪 然後但是祭祀祭祀祀祀你覺得怎麼樣 因為祭祀祀 對 我也會覺得聽到祭祀 我會覺得好像只能用在神明上的感覺 好這個請大家留言 就日本人大概會做3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牡牌啊 家裡主牌的打掃 家族や親戚と集まって食事 會跟親戚家人聚在一起聚餐 誤教用的 就是念念經啊 或者是寫 寫經 欸 中文講耶 中文講寫經嗎 寫經好像怪怪的耶 超經 啊 對對對對 對 就是會念經 超經這樣子 那這邊順便講一下 超高難度日文 N1的人也絕對不會的 那就代表說N1也不會考嗎 那也不用會啊 外國人會懂超經這個詞嗎 超經的日文叫做 寫經 寫心的寫 寫經喔 對啊 寫真 欸 就寫嘛齁 對啊 就是寫經 那日本的羽然盆啊 就其實跟台灣的鬼月 有一點點像的是他也有禁忌 羽然盆節的意義就是在於 迎接 迎接祖先回來的靈魂嘛 會覺得不可以做 結婚 搬家 買車 這種喜事 所以就是要避開 那你知道台灣中元節有哪些禁忌嗎 不可以去水邊啊 海邊啊 水邊對不對 羽然盆節跟這個鬼月禁忌一樣 也是會說盡量不要去水邊海邊 正假的日本也有 日本的想法是覺得說 最弱到地獄的靈魂 會回來休息 會在水邊 就是抓你 抓你這個靈魂 盡量不要去 你看看日本人 羽然盆節回家的人都這麼少了 多少人會相信這個遵守這個呢 沒有那麼多 所以日本七八月你看 主打去海邊玩 去河川玩 都玩水的行程啊 然後水上樂園啊什麼的 超多對不對 其實台灣也是有在玩水 我覺得台灣人這個意識比較重 台灣鬼月買車比較便宜 我還是有聽說過 我覺得這超有趣 買房有沒有比較便宜我就不曉得啦 我是提前在鬼月前簽約的 你看就是台灣人比較有 避開這段旗艦的那種意識比較重 我覺得日本人 還沒到那麼那個 但是大家都會有一個小姿勢一樣 就是喔可能會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會不會 喔真的很放在心上 然後很影響你的行為舉止 我覺得那就另當別論啦 因為就畢竟買房買車 是比較大的事情 對啦一年沒幾次 輩子沒幾次 對啊就是一輩子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的 一個會想要挑在好日子裡 結婚 所以鬼月婚宴會場會不會比較便宜 這我就不曉得 應該會吧 對啊我是不是好像沒有在這種鬼月耶 參加過台灣的婚禮 好像沒有什麼印象耶 這就要請教結婚經驗比較豐富的人 有這樣子的人嗎 結婚專家 這個是真的以後可以再講一集 就是日本人太不虔誠了 大家對日本印象都會覺得 日本都是會去神社啊拜拜啊 然後神社很多啊對不對 就是平時的這個信仰 這下次再說日本人真的沒信仰啦 日本人都會覺得 台灣人好虔誠喔 日本就只有就是那些節日 就是好像做做樣子做做拜拜 對於一般的日本人來說真的是這樣 就沒有融入生活啦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說 日本人真的不懂宗教 而且這個是日本人自己也承認的一件事情 欸你去泰國啊 尤其我覺得去過東南亞之後就會覺得文化那個心 就覺得好不一樣喔 就比較有儀式感的日本人呢 有可能會在家裡的這個祭拜祖先的佛坦上面 就是做一些裝飾啊 那有一些有趣的裝飾叫做牛馬 牛馬 他也可以叫做是小龍馬 精靈馬 長什麼樣子 像狐角獸一樣 我先問他新之馬吧 可以說是馬 對 四隻腳 欸對 我覺得這個啊 有翅膀 你看現在哪有講 沒有翅膀啦 可是今年都有翅膀 喔好啦 他就是馬然後也有牛 然後這個比較有趣的是 用茄子來表示牛車 然後用小黃瓜來表示馬車 然後這個牛跟馬是有意義的喔 那你來猜猜看 他不是牛頭馬面的意思啊 喔 這個跟日本那個原來是有關係的嗎 我現在有點那個叮叮叮叮叮叮叮 欸我從來沒想過 最後中文會有這個牛頭馬面這個東西 台灣的牛頭馬面是 神的死者嘛 對不對 不是他不是死者 喔好好好 陰間的死者是 好像是黑白無常吧 所以牛頭馬面都是可怕的 你為什麼要說他可怕 等一下我不知道 可能文化的傳播傳承 我覺得應該都有關係喔 那日本的宇蘭盆結做這個 牛車馬車的意義呢 因為我們要迎接回來的祖先的靈魂 然後再送他們回去淨土 所以小黃瓜做的馬車呢 是代表祖先回來的時候是 快快回來快步快步 然後茄子做的牛車 是代表喔從我們身旁 在回去淨土的時候是 依依不捨 就是緩慢的慢慢的回去 所以小黃瓜跑得比茄子快 哈哈哈哈哈哈 對 台灣跟日本會有很多相近的元素 是因為日本的宇蘭盆是源自於佛教 道教的話是佛教後面演化而成的 道教跟佛教會有相似之處 台湾的佛教也是有在过渝兰等级 哦 那最后再分享一下 日本也有日本的中元 但不是中元节 是叫做 五十元 那这个五十元呢 是大概从7月上旬到8月15号之前 这段期间呢 要送礼物给平常沉蒙照顾的人 就是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意的日子 这个感谢的对象呢 有可能是亲戚 也有可能是你的上司啊 或者是你的客户啊 就是都有可能 那也没有一定要送 但是有很多日本人会送 然后我自己呢也是有送过 所以我觉得就比起于然盆姐 你说因为这个节日做什么 反而五十元就是去送礼 表达谢意 我觉得这个是更普遍的 那为什么有这个习俗 然后又称为五十元 这个中元 是连日本人都不知道的 据说是源自中国的习俗 一月十五号称为上元 七月十五号称为中元 十月十五号称为下元 那这三个日期被称为三元 原本这三个日期 都是在祭拜祖先的日子 演变成日本现在的 不是祭拜祖先 而是表达平常感谢的日子 那我好奇问大家一下 大家知道 日本的我去给你这个习俗买 你知道吗 我知道后六天 诶 知道吗 你不懂这个日本人的梗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他刚刚的笑话 蛮好笑的 我给你 咋不懂 台湾好像也没什么咋不懂 坐垫啦 坐垫给我坐垫干嘛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大家对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你觉得哪一个 你觉得最有趣 还是很惊讶文化冲击的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很想知道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 推广台湾日本旅游的影片 日文教学影片 台日文化影片 等等其他类别的影片 也欢迎来看看 请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拜托大家常常回来看影片哦 然后还有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常常用中日文分享资讯 也请大家追踪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